紅葉哨棒隊在1968年8月25號 以7比0全書比數 擊敗世界冠軍的日本哨棒關係聯隊 掀起台灣棒球運動熱潮 為追憶這群哨棒小英雄 在紅葉國小興建紅葉哨棒紀念館 81年啟用後 長期由台東縣教育處委託紅葉國小帶館 尊重部落精神理應歸黃木物 台東縣長勞慶林與教育處基金討論後 決定將紀念館內的文物與照片 歸還當時紅葉哨棒成員所屬的紅葉部落 紅葉哨棒的精神已經在紅葉部落裡 我們今天非常的高興 在我們古智成議員及所有鄉親的見證之下 紅葉哨棒紀念館正式回到部落 從今天開始 我們要和鄉公所一起努力 我也希望藉著我們這個紅葉哨棒 把它離開教育處的同時 我希望它是變成我們一個產業店的主軸 文物歸還儀式在第一代紅葉哨棒成員秋春光 見證下台東縣長勞慶林將冠軍獎盃 及一星球棒等79件文物 照片及清冊交與延平鄉長虎黃廣文 紅葉國小棒球隊員們也高呼對呼 這個不是一個結束 而是我們有一個重新的一個領程 那我們這次也希望這個把我們活動中心 做一個哨棒的結合做一個科技導入的方式 延平鄉公所爭取紅葉部落屋及活動中心的改建 以獲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補助 預計明年經費到位後動工 到時紅葉哨棒紀念館的文物 也將以科技導入的互動方式呈現 創造在地居民就業機會 遠視新聞比亞彈龍嚴頻採訪報導